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首相当中的一些文录特点 今天的我们讲这个金星文 如果是这个金星文是在这个食指下方 食指下方 我们这里图片没有啊 其实在这里这个位置啊 就是这个文录啊 长在这个食指下方 这种金星文代表其人聪慧 有领导才能 在职场上啊 往往能够独当一面 这是出现在这个位置 食指下方 那么第二个呢 出现在无名指的下方的金星文呢 不论男女啊 文人都非常的勤恳 勤恳 沉稳 值得人信赖 属于这个月到晚年啊 命越好的类型 大气晚成 早年呢 可能比较为人比较低调 朴实啊 但是呢 诚信很粗啊 让人家 这个感觉到你这个人呢 非常值得信任 啊 那么这种人呢 只要坚持下去啊 到了中晚年 中年之后呢 必定会有一些贵人来帮助 身边的朋友啊 对你非常的 这个都束大拇指 这个人讲诚信 说到说到做到 晚年呢 也能够做到 名利双收 那么第三种呢 是在小指下方的金星文啊 代表七人呢 颇有口才啊 能言善辩 最适合从事脑力工作 和创意方面的工作 公关呢 媒体啊 等等 这些职业都是相当适合的 能够凭借口才和能力啊 争得上位 未来是一片光明啊 这是第三种 金星文长在小指下方 那么第四种的金星位啊 这个金星文呢 长在更宫的位置 更宫的就是在阵宫下面 这是阵 那么这个下面呢 就是更宫 中间这里 更宫的位置出现金星文 也就是生命线内侧 那么这个呢 不论男女啊 桃花运不断 女可嫁得贵夫 婚后衣食无忧 男子呢 也能找到一个条件 非常优越的另外一半 可谓是婚孕极佳 这是一种金星文 出现在金星位上 金星丘上 金星丘本身就代表 这个爱恋啊 是爱之神 爱之丘位 爱神之丘位 所以说 从西方的角度 这个首相学角度来讲 也是这个意思啊 好了 有关这几种文路 就分享到这里啊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啊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再见